伯克来畅销新书活出新中的太极新书发表会及赠书活动 12月17日在连江县南甘乡压轴举办 为全国21个县市的串联活动画下句点 那也借这本书的 我希望大家来阅读 看一看 把整个社会的氛围改变 要跟人有爱 爱好和平 然后来感化大家 让这个社会充满了爱心 还充满了欢乐 这样子我们的小孩子能好好的成长 我们做什么事都为了下一代着想 活出新中的太极 我想也给我们这两年的一个疫情 带来一个阳光跟温暖 当然我也希望说我们要从自己来做起 就是我们要有心去帮助人家 那有心多说我们好话 那也希望藉由我们自身的 一个从新出发 也带动我们地方上更和谐 更有教育界及一文杰人士表示 书中的55个案例是重要借鉴 需要各界共同努力 才能改善现今 纷乱不断的社会现况 其实人的心目中心中 它都有一个善良的东西 可是这个善良有没有被发掘出来 那是因为整个环境造成他们 不太容易将善良的品德东西表现出来 所以国际金也是一样子的纷争 另外就是扯到说 那这些为什么会现在的纷争会那么多的原因 那就是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总是希望他得了更多的东西 他不晓得其实有些付出 它是一个快乐东西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看 人的快乐其实它是来自于他人的快乐 你今天之所以快乐 你今天之所以开心 那是因为别人开心 它会影响到你 也就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 他发自他自己本身内心的一种善良 一种愿意乐于分享 一种舍得 我相信这个社会会相当相当的和谐 这个社会有相当的相当的温度 那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这贵单位也送了两本书 我会将这两本书放在我们学校图书馆 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老师 跟我们的同学去接触这本书 让他们知道其实人生里面 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这个案例都是讲我们生活周遭的很多 这个各方面的压力 各方面的问题 小到大都有 那每一个在我们身边 每一个都应该会碰到这种问题 那怎么样去去抒压 或者是怎么样解决这问题 这55个案例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可以让大家就从当中学习一些 可能做一个参考 做个借鉴 那我本身是学美术的 那我们书压的基本上就是用 从艺术方面着手 社会上每个人在自己的一个工作岗位上 把自己的工作 基本上把它做好 尽自己的本分 自己的一个天分才能 我想社会就会慢慢的 就制度化 慢慢的走向和平安堪 响应12月20日联合国国际人类团结日 当天也举办了用真爱与良心平凡 假案的论坛 研究环境保育的陈怡静教授 以马祖著名的蓝眼泪为例 呼吁政府立即平反太极门假案 也希望全球公民互助合作 为下一代创造能永续生存的环境 而马祖的蓝眼泪 更是世上少有珍贵的生态资源哦 我记得蓝眼泪刚开始被新闻报道的时候 大家纷纷赶到马祖去朝圣蓝眼泪 我也不例外 因为我的专长是水资源研究和保育 世界上类似马祖这么壮观的蓝眼泪景观 是非常非常稀少呢 所以如何秉持我们的爱心和良心 保护这么珍贵的生态资源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如此才能给后代子孙 继续享有永续而美丽的环境和生态品质啊 然而不仅是对待环境和面对疫情 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 督促政府遵守国家法律 也是我们明代和每个人的责任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共同体 主办单位之一的联合国恩局 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洪道子博士 在致辞中表示 大环境恶化的速度超乎想象 人们必须时间赛跑团结合作 才能为自己为下一代争取更多的空间 更要以爱与良心促进基本人权的落实 勇敢实践做好事 才能扭转人类的未来 记者艾林马祖报道 这种挑战行 对 这种挑战行 谢谢大家